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油压数字跌到谷底的时候 任何行业面对这么大压力的时候 其实都不能够维持 整体来说 但是我们看到旅游业界都非常硬正 如果计算今年取消旅游登记的旅游社 其实数目和去年大致上差不多 但是中间当然是困难的 所以亦都是为何过往这九月里面 我们一阵一阵的措施出台 先后有三阵的防疫的经济支援 给到这个业界 亦都有两个希望可以短期里做到一个转型的 就是本地旅游 绿色旅游等等 我们投入的资源已经超过二十亿 为这一千七百家的旅游社 二万三千个从业员 但是你问的问题就是 最终来说 我相信大家都不是希望倚靠政府 就是透过支援措施 这样去继续下去 最重要都是生意可不可以继续做下去呢 那这个就涉及到可不可以恢复旅游 可不可以开关 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方式 令到这个行业可以继续支援下去 那刚才你讲到就是说要去恢复旅游等等 那现在不外乎可能是三条腿走路 那些人认为 第一个就是旅游气泡 那旅游气泡现在就和新加坡聊天 但是其实最终有个时间表落实了 之前公布的时候 就说要用几个礼拜时间研究 那现在最新的进展是怎样呢 其实我们所谓的双边旅游那个气泡 不只是同一个国家或者地方 我们希望如果全球当中有任何地方 它是疫情受控的 和大家是可以倾妥一些防疫的安全的措施之后 能够早日开通 那大家看到了 新加坡是一个 我们自己互相之间觉得 是疫情是受控的 他们的数字 他们的管控 他们的医疗设备 公共卫生 或者市民的那个遵守程度都很高 因此它是成为我们第一个 那我当然最希望就是上个 上几个礼拜在原则性通过之后 我们现在做的细节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譬如月中卖票 月底可以成行 那变成我们可以突破这个缺口的时候 香港人可以走出去 另外外面的人看到香港的情况的时候 也可以亲身来到香港的时候 看到那个分别 这个不单对旅游业 对其他相关行业 包括譬如会展 商务 以至到家庭团聚等等 都有帮助 你说到月中可能已经可以买票 现在是不是已经谈到最尾的阶段 我们现在具体谈的有几方面 一方面最重要就是说 怎样去做检疫 因为不能够确保检疫的时候 任何人都没有信心去复关 这个来说 香港采取了一个所谓商保险的制度 出行之前 我们要确保上机之前有一个检疫 到地的时候我们也做 大家听到了 这个社会局方面 都和机场管理局做一个快速測試 可不可以将现在到地 即底部的时候的旅客 那个测试又快又准 如果可以做到这部分的时候 变成我们可以知道 进来的人是有两重的保险 另外一个当然都要安排 就是说那个具体的行程等等 我们要给好足够时间 航空公司旅行社去准备 所以到真正实施之前 我们希望有大概一两个礼拜前的事先通知 比如如果我们说 早期我们说希望11月底之前 可以真的恢复往来的时候 我希望月中的时候 可以讲到清楚这个讯息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作这个准备了 我们可能每天的时候 那时候的班机未必开始的时候未必那么多 但是呢 还有一点呢 我们希望有一个第三重的保险 就是所有这些飞机来往两地的时候 都是专机来的 即是说它不会沉入一些 由第三地转机来到的地方 也都确保了大家在机上的安全 那即是说如果这样说 是否就是说其中一个关键是取决于 机场的快速测试是否成功 和准确度有多高 是否可以这样说 其实是同步去做的 是 因为我相信我们现在 现在比起两个星期前 我们又走前了一步 就是在坊间里面 确实有一些 是我们较为有信心的快速测试 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 有一个 即是透过一个容易处理的 简易的测试来说 得到一个初步的结果 那如果这个是能够成行的时候 变成了就是 进来的旅客不需要在机场的时候 逗留一个较为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都要同步去做 就是这个测试和现有的PCR的测试 是否能够是互相配合呢 或者是否能够 就是达到一个 我们医护当局都满意的成效呢 那这个是重要的 那这个如果能够做到的时候呢 其实呢对于我们在 将这个所谓旅游气泡 是扩展到其他地方都有作用 我们看到国际时间和机场 都开始采用这一类的测试 明白 刚才你说到就是月底 最快月底可以成行 这样 有没有限额的呢 是否就是至少每天一班机 你可不可以这样去保证呢 暂时那个谨探里面 当然就是第一个起步 就是起码有一班机先 这个机制里面的好处呢 就是说如果开始的时候 我们试行的时候 如果大家都有信心 也都不会引起对疫情的担忧的时候 是可以去增加的 是 譬如开头的时候我们每天 就是一班机 如果是确实有需求 或者是大家安心的时候 就可以增加了 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一个航空的疏纽 所以在班机的安排里面 这个不是太成问题 同时呢 也都会开始做其他地方的工作 是的 其他地方那里 现在进展如何呢 譬如说日本呢 近期有点放宽 虽然不是完全放宽 就是说不需要香港的检测的证明 虽然仍然都要居家隔离14天 这样他们 这个未来和日本谈成如何呢 韩国的谈成如何呢 其实我们和这些地方谈的时候 有两个条件的 一个条件呢 就是我们都会审视对方的情况 对方也都会审视香港的情况 所以适当一个地方 如果疫情有反复的时候 很自然地 大家就会再重新考虑 另外一个就是说具体的安排 我们看到有些地方 包括譬如前日日本放宽的那个 名义上它是放宽了 包括香港在内可以进去的 但是它没有拿走那个14天的自我隔离 那么这个14天 对很多的出行的人士来说 无论你是旅游啊 商务啊 公务啊 都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你变成你需要的时间是很长的 所以我们都希望就是说 如果在安心的 安全的 做到足够的防疫措施的同时 能不能够将这个检疫的日子 无论是缩减或者是消除呢 这个是一个前設 第二个就是我们都在 和我们谈旅游气泡的地方 都很强调就是 其实从香港的立场来说 其实我们不是太过需要去规限 究竟它来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最终来说 其实不同人有不同原因 所以我们希望减少这些将来 在过程之中的关卡 最重要反而就是防疫安全 第二方面来说 双方是否能够有一个机制去处理 中间有需要的时候 可能是要减少或者停止 或者用什么机制去重开 这些方面 似乎有这样听的 似乎跟日本韩国都是摸底的阶段 现在譬如之前都当过谈过 就是和十一个 现在新加坡就成了是一个 其余那十个 其实有谁 你觉得在今年年底 有机会跑出 可以再做这个旅游协议 我们希望做法 好像新加坡那样 其实最重要是 确立那个机制 因为那个机制 说不通的时候 就是可能两方面不对称的时候 可能对于出行的时候 很大的猶疑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真的要视乎疫情 就是我们在那十一个国家里面谈的时候 由六月开始谈到现在 香港自己的疫情都有反复 七月的时候我们是转差 但是八九月是转好 我们那十一个国家里面 有包括区内的 亚洲区内的地区 有包括欧洲的地区 我们见到疫情反复是很大的 全球来说 以数字计 现在是全球疫情的一个高峰的时间 所以我们都要审慎 所以做所有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不是用时间表先行 反而是以疫情的管控和安全先行 如果有空间的时候 我们会很激动地去做 所以早期的功夫要先做足 可能先看一看 现在新加坡和香港 大家都观望着合作的情况 或者是不是暢顺才去决定 下一轮的合作 其实其他地方都是在看 香港和新加坡相边的合作 因为他们都希望在中间 吸取一些具有信心的地方 全球的很多国际机场也是在考虑 将来香港和新加坡这个做法 能不能够再加以扩大呢 我想这些都是一些 虽然起点是两个城市 但希望能够如果行出一套可行的方法 可以扩展到更多的地方 除了旅游气泡 其实不少周边地区都是北望中国 而特别旅游业界都希望能够和内地通道关 这方面现在的进展是如何 谈了很久了 其实那个樽颈位在哪里 是否一定要清零才可以通道关 这个当然是大家的目标 没有一个地方是希望疫情是这么反复的 而疫情反复的其中的因素 确实是输入个案 有本地的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看全球现在的情况 尤其是在欧美 其他或者全球很多地方都是 那个数字仍然是上升得这么快的时候 确实有这个担心 所以无论是内地 无论是周边地区 对于怎么去外防输入 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 内地方面来说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的同事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同事 和内地一直都保持这个联络 我们也希望可以及早 比如起码在广东省之内 可不可能够早点做呢 因为在那里来说 更加多的香港的居民 有家庭的原因 有经济的原因 有专业服务的原因等等 如果能够及早开通的时候 当然是最好的 暂时跟你谈着这么多 稍后回来再讲 欢迎回来讲声讲错 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谈一下 局长上一节我们提到 就是说通关的问题 其实你都说 其实很正常的 每一个地区 和每一个国家都会 严防输入个案 但其实已经临近冬天 不少专家都说 有机会有第四波疫情出现 通关这个机会 是不是越来越渺茫呢 老实说 没有人知道一个绝对的答案 虽然很多时候 我们看外围 其实现在是一个高峰期的 冬天也是危险增加的 但是如果做好自己的防疫 或者是测检的时候 可不可以在 就算在两个高峰中间 可能都有一些空间 这个其实一直以来 就是我们在 那个恢复经济政策里面 我们都不会放弃 有任何一段时间 但是在防疫的前提之下 去恢复那个经济情况 譬如我们九月初的时候 看到情况很转 我记得我九月八日 就说 主题公园 譬如是一个管理得比较好的 排队 食肆 消毒 检测 都做得好的 可不可以是做好准备 然后让别人回去 那我们十天之内 我们做了主题公园 我们又看看 譬如今天你去看电影 看电影很多时候 有人担心 亦都试过有一个个案 曾经有一个患者 曾经去看电影 但是电影院 是能够做多一步的 所以同样地 我们现在推本地游 都是 如果你说 相对于我们自己 去出行的时候 有些人都未必去戴口罩 去到公园都可以 不准戴口罩 我参加过本地的旅行团 有人帮你安排的 组织的 在车上坐松一点的 还有有消毒 有检测等等 所以在一个有管理的情况 还有再增加多些测试的时候 使得行内从业员 或者参业安心的时候 在这些空间之下 香港可不可以有多些的机会 令到经济可以回来呢 这个是大家要寻求的机会 刚才都说到 其实香港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内地似乎都是不放心 你自己有没有估计过 其实究竟内地想香港做些什么 或者香港还可以做些什么 争取内地这个通关的信心 我想有个工作一定是共同的 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我自己 整个国家 就是香港一部分 当然香港是作为一个对外的窗口 我们跟外国的接触是大一点的 以我们的机场 所以要怎样令到整个国家 每一个口岸都做到这个安心 这是实际上要做的 所以比如早期我们做的 得到中央得到内地的帮手的 社区的大规模检测 能够做到178万的人 里面找到43个个案 这类是一个信心的 另外再要做多些 可能是一些都是在社区上面的 昨天听到我们同事都说 可能在香港设计社区的检疫中心 有针对性的 例如特定的行业或者某些群组 亦都有些可能是有需要的时候 例如我们旅游起跑可以推出的时候 有人真的有个需要 愿意付钱的 但可能比较有系统安排的时候 会不会令到整个社会 那个准备工作做得好些呢 最后一件事也是重要的 就是香港本身其实在国际上面 都做得很好 就是社区的首规的程序 自律的程序 自律或者个人卫生 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个也是 无论国外是输入的 或者是搬地也好 每一个人能够做好的防御工作的时候 一定是好的 而业界亦都可以将这件事 是透过和他自己 一起挂钩的时候 做多几步的时候 亦都可以改变现在 那个疫情之下的经济逆境 刚才说到全民检测那件事 其实你觉得有没有需要 可能要做第二次的全民检测 以增加那个内地 可以和我们通关的那个机会呢 因为有些说法 曾经就是 就是形容 就是说当初如果 就是当局能够 可以强制全民检测的话呢 可能就已经有机会 清典灵或者给内地 多些信心了 你自己仍不认同这个说法 应不应该再做呢 我想这个是第一 要问医护那方面的专家 他觉得怎样做最好 那当然如果能够做到全民检测 当然是最好的 但如果是种种原因 未能够完全做到100%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方法 都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呢 我刚才列举出来的不同方法 都是向着那个方法去埋进 而我相信 这个也是实际上的一个问题 如果做不好检测 或者是防疫功夫 有任何漏洞的时候 自然我们的信心会减少 自然我们又跌回去 那个经济的谷底 就是好像我们看到世界 就是很多地方 仍然都在谷底里面 就是那个困境当中 但是你自己的立场 会不会都觉得应该需要呢 虽然要问医护的意见 但是最后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想这个是整个政府 整个社会 譬如如果做全民检测的时候 社会上面都要接受合作才行 因为我们不可能用一个方法 就是每一个人 不可能透过法律规定去做 所以这个都要社会上面 要约定组成 但是现在的所有方向 都是朝着做多些检测 加强那个防疫工作 明白 刚才你讲到本地油 本地油也是其中一个 可以帮到业价的东西 那现在的人数就放宽到30人 有没有机会在现在 疫情的数字都算帅气的情况之下 就是再上调一点去 可能会去到50人 帮业价多一些 我想这个要视乎情况 这个要视乎情况 能够去到30人 我们都是精春过业价的 这个是一个起码他觉得 就是能够成团有经济效益的 那是否要再去扩大一些 或者是怎样调整 我们会继续跟业价去谈 但最重要都是那两天 就是在防疫工作 和在经营方式上面 如果作出一些调整 增强的信心的时候 才有空间 这一堆的措施 似乎现在呢 就是有些可能还是有变数 有些可以再看定些先 但是业价现在就是说 自己在水深火热里面 那其实支援上面 可以给多少呢 刚才我听局长 你又说 其实政府很难 长期支援下去 是不是就是长频难顾 不能够可以无了期支援呢 其实如果我们用回 旅游业界做一个例子 当然这个是 这么多行业中影响最大的 但是你看到 也有几个方式去做 第一它是跟所有的 其他企业都一样 它可以享受 可以申请那个 保证计划 而在那个资上 利润界 先后去年到现在 简单来说 在三次防疫里面 我们都有资助 总共合过金额是176千万 再有两个奖励计划 用着大概两三亿的钱 那这个是直接的支援 但是当然这个任何的生意 都不可能是依靠立商去补贴 作为一个长期的支援 所以第二方面来说 就是有任何方式 令到它的经营有空间的 会做的 譬如本地游发挥的功能来说 就是在本地现在这个情况 大家都在家困住的时候 有没有方法令到那些人 可以在一个安全情况出游 所以本地旅游里面 要做的功夫就是什么 就是发掘新的景点 还有就是令到那些人 觉得这个方法出行是比较安全的 我最近都去过一个很小的 香港有个叫盐田子的地方 他去年搞了一个很好的艺术节 透过设计艺术 加上本地的宗教文化历史等等 很成功吸引很多游人 今年他做第二年 虽然疫情的情况之下 他都仍然去继续做这个工作 这些新的景点 加上好的导赏 再加上社会上的需求 其实是一个新的元素 这些工作对于中长线 就是当旅游可以恢复的时候 都是吸引外国游客的一些方法 但刚才你这样说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说 因为现在做本地游的旅行社 其实只是佔整体不够一成 或者最多都是一成 就是这样 是不是你应该建议现在的业界 应该转型全部做本地游 如果我们看回去年到现在 我们推出那两个奖励计划 一个就是说 比有游客的时候 每一个个别的资助是多少 另外一个本地游 这个确实是可以填补中间的空间 这里讲的都有几亿元的资金的投入 第二样东西来说 就是这些工作对中长线来说 就是旅游服业来说有帮助的 因为能够香港人做好本地的自己城市的游客 确实是会为将来的游客 是带来一个很大的信心 当然同时我们看回就是说 那个旅游气泡 和重新和一些我们觉得有信心的地方 是恢复往来的时候 这些都是业界会去很期望可以做到的 那我相信要从这样的方法去看 那个经营才有一个希望 局长可以这样讲 就是现在可能你都想给个讯息业界 不要再深存任何希望在政府支援他们 因为已经支援已经做了很多了 现在可能是时候要自力更新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不可以这样讲 一直以来 即从去年到今年来说 其实政府和业界一起去做 每一次我记得说这几个月里面 整个不下四五次和十几二十个业界代表一起坐在那里 就算我们出台计划是怎样做 应该怎样分配都是大家有商量去做 因为这个是共同的 如果旅游业界可以是恢复的时候 其实不是单单是只是做游客生意的 我们想想我们的会展业 我们的商务的旅游 很多都是跟香港的经济息息相关 当全球整个经济来说 现在陷入一个很大的衰退局面的时候 能够在这个机会里面突破 有任何营商的空间 有任何业务推广的空间 有任何专业服务的空间 跟旅游一样是这么重要 但譬如整体来说 无论是旅游界 或者一些还是水深火业的业界 他们应不应该期望 政府会有第四轮的防疫抗疫基金 可以帮到他们呢 我觉得应该大家去把握 现在做好的 就是头那几个月里面 我们给到他们的支援 我想那个令到很多业界 不够是继续去坚持住这个情况 我们都希望 未来的措施 无论是本地也好 无论是和其他地方恢复往来的时候 都能够给到他们一个好的希望 是捱下去是有出头的 好 多谢你上来讲清讲座 下次再见